有风剧场 站住 别跑 好呀 怎么不跑了 刚才不是挺能耐的吧 故小 我们也不做山人发明 不过有人出钱买你的右手 不要 我是临床外科医生 我的生就是我的命 那我们可管不着 谁让你多管闲事了 你们要多少钱 我现在有事 江家少爷捐换钱 我现在就打电话 我会给你们的 多号码 133 7396 5396 我会给你 小外前同父姻母哥哥将其缘 叫救我 救救我 抱我 抱歉 你要知道 我可能将会抢你 谁让你去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过了 拖了 知道你得罪的是谁吗 江怀千的先人未婚妻 沈蔓茵 是个聪明女人 这么漂亮 江怀千为什么不要你 她是江家四生子 我只是个普通人 她想临盘高知 很真诚 和她做过没有 没有 好 她不要我不要 毕竟我不用靠女人上来 她只想临盘高知 我把我发动 但是我爱你 我爱你 你 你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可他和江怀千一点也不行 想什么呢 你和江怀千 长得不太一样 在这个时候还敢替别的男人的名字 你找起 昨晚我被江怡云秋 也被他 行这么早 我得上班 江先生 我想请问 我们现在这样 算两清了吗 两清 想什么呢 顾瓷 你做好被我随教随到的觉悟 那我先走了 江先生 你为什么要留她 她可是江怀千的女人 可千少三个月前就跟她分手了 谁都知道 她攀上了一个有钱有势的岳父 她只是个前女友 谁在乎她 从往可是看见她的车了 不在乎 她来干什么 江先生 戏还得是你戏 您这是存心要个影千少 她一个私生子 她的存在就是为了个影 我就不能个影个影她 而且 还是个漂亮女人 江先生 金庸说 越漂亮的女人 越会骗人 您可要注意 别把自己踏进去 就她 怎么可能 医生 怎么样 我先看看 我最近分明物还是有点不正常 不知道是不是有点炎症 难道是江奇云私生活不检点 不会把什么病都传给我吧 炎症倒没什么事 而且你的子宫很漂亮 恢复的也很好 恢复 你没有生过孩子吗 我没有生过孩子 我怎么可能生过孩子 从你的宫颈形状来看 大概率是生过的 谢谢医生 明明只有过江淮欠一个前男友 也没和他有过更进一步的关系 怎么可能生过孩子 奶奶 刚刚医生说我生过孩子 五年前那场车祸 到底丢失了什么记忆 我真的生过孩子吗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事了 那你生没生过孩子 我会不知道啊 小慈 你别听别人胡说 奶奶有点事 先挂了啊 好 我就说嘛 深呼吸 用力 用力 看见小孩头了 小孩就出来了 用力 快 小孩出来了 老天保佑 千万别让他想起那件事 江淮欠他还有脸来找我 江先生 我是顾瓷 我知道 江先生 你不是说我们没有两亲吗 那我现在想见你可以吗 可以 好 小慈 我有话跟你说 都到这一步 还装什么神气 小慈 小慈 为什么来找我 江淮欠 在我们家楼下堵 我 躲钱那要躲成这样 我可不想再跟他有什么瓜葛 万一下一次 要的不是我的手 而是我的命 说说吧 你们怎么开始的 说说吧 你们是怎么开始的 我小时候被拐卖过 后来被送到了福利医院 认识了江淮欠 他是被他妈妈 丢在福利医院的 后来我被我家人找到 带了回去 重新遇到他 我才知道 他已经回到了江家 三个月前 我们俩分手 之后的事 你也就都知道了 去洗澡 好 洗澡 我今天不太方便 骗我 你嚼劲什么 我今天去医院了 有点炎症 真的 我没骗你 你故意的 我没有 江先生 我是外科医生 我的意思是 我的手 很稳 灵活 还有力气 要不然 顾小姐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的男孩子 你的房间我不太方便进 我去别的地方找了 嗯 这孩子 怎么有种熟悉感 出来吧 人都走了 就是我一个人了 你是谁 你为什么要在我家 你家 等一下 他怎么会有一双跟我一样漂亮的眼睛呢 鼻子也挺像的 你看什么呢 没什么 你继续 我说 这既然是你家 你躲什么呀 你爸爸妈妈呢 没有爸爸妈妈妈 哎 他们应该不会查我这儿的 你要躲 就躲这儿吧 像不像我说的作 江先生 嗯 好 我知道了 江先生 我房间里的小孩 你打算怎么安置 他还在你房间 嗯 他还说 他说他饿了 想吃东西 那就让他饿着 难道这孩子和江启云没关系 江先生 小孩子是饿不得的 他刚刚都咳嗽了 你要是不管 你就让他家里人把他接走 这么小的孩子 爸妈都没了 真可怜 你怎么知道他爸妈都没了 他自己说的 那你可让他躲好了 别出了 顾小姐 麻烦你去照看他一会儿 他又躲着监控 从老宅偷跑过来的 对 那小赵也该这么处置 在这儿待两天还是 哪儿来送哪儿去 好 嗯 你怎么又这么看着我 我脸上有东西 你有没有觉得 你和我长得很像啊 好像是有一点 不过这很正常 医学上说了 我不懂什么医学 但我相信直觉 你不会 是我的妈妈吧 嗯 你话可不能乱说 你赶紧吃 江启云从来不让女人在家里流宿 你是第一个 而且和我长得这么像 你不是我妈妈 我就跟你像 我怎么可能生过孩子 从你的宫颈形状来看 大概率是生过的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事了 那你生没生过孩子 我会不知道啊 小慈 你别听别人胡说 小屁孩 我都被你绕进去了 你不吃 我端走 你真的不是 当然不是了 我都没生过小孩 那你和江青云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啊 你和他没什么关系 你住我家 骗小孩的你 那你是他的谁啊 我不是他的谁 那你叫什么名字 我才不告诉你 小屁孩 小家伙 睡得还挺快 包成这样不怕闷着 你干什么 警惕性还挺高的 我说你包成这样不怕闷死啊 不用你管 你不会真的发烧了吧 没事 你放心在这儿睡 我不会告诉他们你在这儿的 你最好这样 先生 这 要不要请老宅那名医生过来看看 有现成的医生 还费什么劲呢 发烧死不了人 江先生 怎么 烧已经退了 但是小朋友发烧 通常会出现反复的情况 您最好观察一下 如果体温再上去 一定要去医院 江先生 听明白了吗 你要走了 我要去上班 你不要忘了 昨晚我又帮了你一次 为了赌江淮切 惹伤这个更危险的男女 到底划不划算呢 我没忘 齐云 小白呢 你来得正好 把他带回去 他怎么样都是你的儿子 每次离家出走 都是先跑来找你 你就不能对他好点 我儿子 我认他了吗 齐云 小白 小白 你怎么又偷跑出来了 你万一让坏人抓走了 你让奶奶可怎么办呀 以后再也不能这样了 你知道了吗 嗯 知道了 姬怀 走 跟叔叔回家 方叔叔 今天遇到了一个仙女姐姐 她可漂亮 可温柔了 哦 那漂亮姐姐在哪啊 我才不告诉你 小气鬼 走 进 沐医生 宋云 你怎么在这儿 江先生让我带你去个地方 先生 顾小姐来了 江先生 你叫我来 坐 我赶时间 好的江先生 交给我吧 江先生 你女朋友真好看 我们不是 带出去展示的花瓶 补胖了怎么行 花瓶吗 我真想抑制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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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宝贵的东西都是珍藏起来的 只有不止钱的花瓶 才会随意展示 把我捧在手心里 是从前的江怀亲 而此时 只是江气 江先生 你要带我去哪 我要配合你做什么 到了你就知道了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生日院 好 好 小哥 你怎么才来 我的生日礼物呢 今天刚运到国内 这会儿应该送到你家门口了吧 不 这可是价值一千多万的跑车 我就知道我表哥对我最好 怎么 认识 我就是觉得表哥你今晚男女伴 和以往的舞台一样 他表弟的生日呢 带我来干什么 原来是为了恶心江怀倩 表哥 我跟曼英姐都认识很多年 我生日不请她不合适 不过 没请江怀倩 这小子 江怀倩 又见面了 这次我的身份已经不再是你的女朋友 而你的身份也占了别人 江少的新女伴很漂亮 那还得感谢沈小姐拉线搭桥啊 我倒听不懂江少说什么了 哦 是吗 不过 你身边这位 还有我身边这位 应该是一清二楚 想让我帮你讨回公道吗 你会帮我吗 你求我 我去趟洗手间 我去趟洗手间 是我 别碰我 你要干什么 小子 离开江起源 江怀倩 你在用什么身份给我讲这句话 他不是什么好人 你招惹不起他 你是好人 我招惹得起你 我们两个不一样 江怀倩 你有了新欢 就不要再来招惹我 既然你选择了你的锦绣前程 那就麻烦你 头也不要回地往前走 至于我的生活怎么样 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了 算我求你了 你离开他 我求你了 是你变了心 你装什么神情 江怀倩 江怀倩 张嘴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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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我是 真的喜欢你的 你看 我是迫不得已的 别再缠着我了 小子 小子 原来我还是会紧张他的 三十二分钟 我不小心走错了路 你们在厕所里做了什么 接吻了吗 还是直接做了 我没有 是吗 我可得检查一下 这里是足了 随时都会有人 我们两个什么都没做 我发誓 你知道 骗我偷吗 江少 看到怀迁了吗 你自己看不住自己的男人 你问我 江少 你现在的口味 有点特别呀 怀迁不要的女人你都要啊 看眼下 暴殿天物 先生 这份均扣 当然是好好用的 海负油盘给我 是 哎 哥 这就准备走 顾瓷 你先下车 是 我 我 你 我 我 他 有 我 我 老是 你 是像秋后酸枝 解放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你怎么来的 你找我什么事 你一下问我三个问题 我先回答哪个 那你就跟我慢慢说 你带我吃饭 我都快饿死了 我吃饱了就告诉你 这到底是江七云的神 这两个也未免太像了你 行 那你先出去等我 好 OK OK 喂 你们家那小孩 在我这 怎么办 把他丢到马路上 不用管 不是 这什么人啊 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我叫江于白 我人是姓江的少女 那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这个人是你吧 他上面有地址吧 我不知道我可以问啊 那你得问多少人啊 有 梅魏大爷 前台阿姨 还有白衣天使姐姐 三个 那你来找我 有什么事啊 喂 出来 好 小白 嗯 吃好了吗 你那么温柔干什么 我本来就很温柔 吃好了 那你要是吃好了的话 我们就走吧 嗯 好 啊 你刚吃这么饱 现在跑不怕肚子痛啊 那你别追我呀 你个叛徒 我跟别人是合租的 我把你带回去 你住哪儿 住我家吧 我家很大 江云把你给我过来 放开我江云 小炒面 他们到底什么关系啊 讨诈与欠诈的关系 这个月已经是第五次跑出来了 到底想怎么样 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人想要你的命吗 你怎么跟你奶奶交代 说了没有 我没有 你凭什么打我 凭什么 凭我是你爸爸 再这么打下去 会把孩子打坏的 敢一打 不打不上了 谢谢 他总是喜欢在家里偷偷跑出来 也不知道谁 你说我现在过去 他会不会连我一起打 不会吧 但我去你不要 住手 怎么 想他就是主 你当种打孩子 他以后会有心理阴影的 他本来就比同龄人成熟的早 这要有什么问题 我看你好不后悔 没事吧 好 知道疼你还跟他叫 没想到江云有个这么大的儿子 这俩人的父子关系真是奇怪 我先带你去上药 我知道的 他一直都不喜欢我 鬼人再怎么调皮 也还是个缺乏安全感的孩子 出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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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不小心买工作证 拉在家里 他才找到了我医院的住宿 抱歉啊 你算什么东西啊 不过是求人庇佑的女人罢了 凭什么平白无辜的管我的家事 同情心呢 每个人都有 又不是根木头 妈 我听说你打小白了 你们都看不好他 只好我来教育了 启云 小白还是个孩子 不是我们养的小猫小狗 他懂事比别人早 也聪明 他就是喜欢跑出来找你 我们总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 像看犯人一样看着他呀 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 这总是认了是你儿子了吧 果然是讨证来的 有事吗 聊聊 坐 你没地方住 多 你们医院归陪研究生 一个月多少钱啊 六百还是八百 比这个多一点 我给你两万 你要我干什么 帮我看住他 别让他来烦我 小白 可是我每天上班很早 下班时间也不确定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加班 我 这里有你上次 跟江淮千宴会私会的证据 要我找什么 应跟你聊聊吗 不用 我所有费工作时间 都用来帮您照看他 我不知道他这三分钟热度 还是要持续多久 只要他烦了 你的工作就结束了 也就是说 我这份工作时长 是看小少爷的心情决定的 小先生 那您希望他在这儿 留的时间长一点 还是短一点 我希望他明天就 那小白的妈妈呢 没有 果然是霸道祖才 你怎么在我家 不是你让我跟你回家的 好像是这么回事 水 我要喝水 还有吗 还要 是啊 哈 吃哦 我明天不想跑步了 不可以 可是我跑不动 你这老家不是能跑的吗 那不一样 说不到就滚 我何必指望我 我也帮他 你跑得快吗 我 我跑不快 我跑得超级嘛 那你明天陪我跑步吧 好啊 谁让进去一天的实在是太多了 方叔叔 你小子 最近怎么搞出这么大动静 没事 小场面 那我就先走了啊 小白 仙女姐姐再见 小白 她是谁啊 她就是我说的仙女啊 仙女 小白 我跟你爸爸说两句话 你先去旁边玩一会儿 一会儿再找你啊 哎呀 家里多了个女人 不解释解释 先请个保姆 骗鬼呢 这是给小白找的保姆 这么漂亮 怕是 跟你请的吧 怎么 你这太有意思了 不敢胡说 我可哪敢啊 来这干什么 当然是受老夫人所托呀 看看小白 有没有被你揍坏 那你看到了 哎呀 不过 我倒是挺惊讶 你能让小白回来 这小子想法也挺单纯的 就是想往你这儿跑 不过说来也奇怪啊 全家救赎你对他最差 他还愿意往你这儿跑 七月 对他好点吧 毕竟 孩子又没做错 没错 孩子又能有什么错 错的令不及 你见过他吗 谁 林芝姐 林芝姐 见倒是没见过 不过听说过 那是我还不清的这儿 少爷的眼睛是不是治不好啊 脑袋里长得个胶脂瘤 国内外医生都看遍了 都说难 那又这样 哎 老爷在外面还有个私生子 叫江淮千 少爷是看不见了 老爷会不会把亲少爷接回来 来继承江家呀 少爷 少爷少爷少爷 你好齐云少爷 我是老太太找来照顾你的 我叫林芝姐 要不我带你出去转转 或者我念书给你听 我叫你滚 在免费的阳光下或阴凉的泉水帕 张嘴 说我 哎哎 七月七月你没事吧 我看 牛人点 帅个瞎子 你觉得很好玩是吗 江七月 我可以做你的眼睛 一鹤 让我做你的眼睛好不好 慢点 真棒 好热 谁给我下的腰 江七月 世杰 别进来 我叫你出去 你这个样子我怎么不进来 江七月 没事吧 江七月 你干什么 没见我 警告过你了 江七月 江七月 你清醒一点 哎 秦云 别多想了 啊 哎 或许找到那个女人 秦云就能走出了 那我就先走了 怎么没有 喂 梁叔 我想找一位六年前的病人 叫林之锦 他非常重要 能帮我找找吗 好 你怎么又来了 我来接你下班哦 来 闹嘴 你大凡这么对江七月啊 你就不会爱那顿打了 沈师兄 顾医生 这是你亲戚家的 彭雷家的 我可没胆子会让秦云盘亲戚 我看他长得跟你还挺像的 我还以为是你亲戚家的 只是长得有点像 但是没关系 顾医生 晚上有空吗 我们一块吃个饭 我 晚上 他没空 他没空 打我干嘛 我晚上和你吃饭 我都等你这么久了 沈师兄 要不我们改天吧 啊 没关系 可能时间多的是 不差这一天 好 哟 还气着呢 他是不是喜欢你 小屁孩 你知道什么是喜欢吗 他没江七云好看 你不许喜欢他 江七云知道你对他评价这么高吗 怎么了 宋云 先生在楼上 好长时间没出来 我正担心呢 郭小姐 你要不要进去看看 我去 对啊 不合适吧 我还要照顾小白呢 是吧小白 江七云可没我懂事 你还是去看看吧 行 江先生 宋秘书很担心你 让我来看见你 您没事吧 您这是喝了多少酒啊 手杯这么重 我让你进来 江先生 你要是不想看见我 我现在走 江七云 你清醒一点 江七云 你清醒一点 江七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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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什么 江七云 这个恶魔专制的男人 静怨也会露出这种表情吗 江七云突然变得脆弱又温柔 他是不是把我当成谁了 江七云 你叫我什么 江七云是不会轻易对别人流露情感的 何况我还是他利用来恶心将怀迁的 他到底把我当成谁 总不至于是对我 你怎么在他房间里啊 我梦游 什么叫梦游 梦游就是晚上睡着之后会无意识的起来走动 那你为什么不走我房间 非要走他房间啊 那这个我也控制不了呀 他是我花钱请来的保姆 我想让他睡哪儿就睡哪儿 你管得着吗 保姆而已 不辞你扭那个什么 走吧 去哪儿 你不是要上班吗 顺路让你蹭个车 我是保姆 坐您的车不太方便吗 再说了 好像也不顺路 想想什么 收拾东西 我在楼下等你 霸道总裁真是霸道 是错觉吗 总觉得这个男人和刚开始感觉有点不一样了 看够了吗 够了 看来你真是没看够啊 要不我脱了给你看看 别别别别 上班要迟到了 别别别